你說有避免吃什麼不喝酒和養生嗎 還是你酒也餓 沒有啊 我說實在我只有運動 但是我沒有忌口 不忌口的原因是因為 人生在世 如果這個也戒 這個也戒 然後是曾經有被醫生提醒說 我們要多注意之類的 心率不成 我去跑那個運動型片 而掛著去跑 還有掛著那個心電圖 要掛一片 他才能夠知道理查的時候 跳跳跳 我是有心率不整 但是醫生是說 你這個算是一萬下 好像一千下才突然有一個不整 他還好 他會問我說身體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我是因為慢跑 也從來沒有頭暈 也沒有鬆倒過 那這種事情跟醫生講 醫生就會評估就說 那就還好 如果說你會有那種 心胸 心悶 心悸 或者胸悶 那你不要聽清楚 那還有說 我的心跳太低 我心跳只有43 大家都覺得 72 72是標準啊 60幾 80幾都可以啊 我只有47 但是他有多問一句話 你有運動嗎 我說我有運動 他說那就對了 那就還OK 因為馬拉松的選手大概心跳都很低 但是他只擔心我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不會低於39 突然就掛了 因為他會擔心嘛 47到39只剩8下 那其實我就大概維持47 50幾 最多60幾 那我覺得也是運動代表的 可能我的心臟的磅度比較大吧 可能要跳六七十下才能夠輸送血液 我大概一下就能了 兩下 那胃的息肉有到到幾顆 胃的息肉有了三四顆 但是都切掉去做花園 幾乎十個人大概有九個 都會有息肉 只要不要讓它長大了 大腸也有息肉 都是一點點 大概0.1 幾顆我不曉得 他們說 有看到就把它切掉花園 切掉花園 常做體檢也可以知道一些醫生的數據 嗯 你有避免吃什麼 不喝酒的養生 還是你酒也喝 沒有啊 我所有實在是有運動 但是我沒有忌口 不忌口的原因是因為 人生在世 如果這個也戒 那個也戒 所以我們運動是為了 防止自己有罪惡 罪惡今天大吃了 那 應該可以抵消 有戒酒 聚會 不是那種酗酒 不是說在家裡 有人會 會一天什麼 兩杯高粱 半瓶的威士忌在那邊喝 沒有朋友 沒有人跟我講話 我喝不下去 我要一堆朋友 然後大家慶祝的時候 他氣氛來了 我就多喝 健康健康 耶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哥真的看不出來60 看不出來真的 好厲害 要健康 太快了 他很高興 也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